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阅兵时我国的军车轮胎全都是青衣色的涂白圈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不仅仅是阅兵时出现的军车轮胎涂白圈 所有的军事车辆在轮胎上基本上都涂有白圈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到底白圈象征着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解读 首先车辆轮胎涂成白色 有助于车队的观察及整齐化异性 因为白色是一种很浅眼的颜色 当阅兵式要求车辆整齐化一 无论是速度还是距离都要保持高度一致 这时驾驶者就可以通过车轮很清楚地辨识 掌握好自己与队友的距离 其次在野外行军时 由于地形复杂苛刻 特别是对轮胎的磨损最为严重 把轮胎涂成白色 就能很好地观察轮胎的磨损情况 做到对车辆的情况一清二楚 又比如夜间行车 白色轮胎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也能很好地辨识 过个咯咯砍砍悬崖斗坡啥的 也便于车手提高安全性 不至于汽车抛锚 最后一个原因 好像是部队对于库存车辆的要求 虽然我国处于战争中的时间和次数并不多 但是每年必要的军事储备还是要保持的 这就包括人员和车辆 以及武器装备的储量 对于战备车辆 部队要求全部在轮胎上涂白圈 可能就是为了保养的方便吧